來說明一下 JJ Pro X3 跟 E-SUN EX-1 這兩台飛機最常遇見的問題 那就是在遙控器 當飛機對頻完成以後 遙控器要啟動它內巴啟動 或者是斜外巴做交正的時候 那飛機沒有反應 那這個不是飛機的問題 這個是遙控器的問題 遙控器本身它的數值已經跑掉了 所以它沒有辦法到正確的位置 傳回給飛機啟動那個指令 就是起飛的指令或者交正的指令 那遙控器的問題的話 其實遙控器是可以重置的 那重置的方法在這邊說明一下 第一步我們先把遙控器開機 因為我已經有做過這個動作 所以我不再重做 那我示範一下 那這種動作是叫做 重置Soft Reset的動作 第一步是把遙控器 兩個波桿往上 等三秒鐘、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 在置中 就啟動它的Reset功能 接下來就是把兩個字搖桿做 往外圈 以轉三圈左右 轉三圈在置中 第三步開始做 所有的按鍵的確認 包括從上面開始 每一個行程 都給它撥動一次 那撥動兩次 好 再來就是一鍵起飛 按一下B一聲 要有聲音的時候才算好 一鍵降落 B一聲 最後是無頭模式 B一聲 這兩個稍微長按一點 這個直接按它就可以 接下來就是這個 這邊的鍵 拍照 B 錄影 B 最後速度 B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打開這個柵欄模式 B一聲 這樣子所有的按鍵都測完了以後 在 左邊的搖桿 往下壓 三秒鐘、一秒鐘 兩秒鐘、三秒鐘 OK 這樣子就做完 全部的reset動作 那這時候 你就可以再做 飛機的對頻 那飛機的對頻 還記得是 斜外發 那你在做斜外發的時候 要注意那個 速度 速度要切到 H檔 H檔 按這個 這個做切換 確認它是在H檔 然後它的模式 你要在 GPS模式 在那個 定高模式 室內模式 那這時候 你可以做一次 啟動 內拔啟動 那它有反應 表示它已經重製成功了 那你要做 做那個 校正的動作 斜外發 那這時候 兩個 藍色燈亮起來 就可以開始做 校正的動作 那我建議在 這個 搖桿做完 重製以後 再做一次 飛機的校正 這樣子 兩邊 都校正成功以後 你再去飛 這樣會比較 確保 飛行的安全 謝謝 謝謝